啊 高点 再高点 大姐 你能不能每次换一个桥段 就用这一招翻墙 高点了 再高点 你多少斤哪 本小姐身体如厌好吗 再高点 高点 踩死我了你 你再高点啊 怎么了 今天晚上月亮好圆好漂亮啊 你们也来赏月的是吗 好巧啊 扶晴柔小姐下来 是 此番为何又要逃走 之前不是答应过本王不再逃跑了吗 既然被你发现了 那我就不隐瞒了 我觉得待在这儿不舒服 所以我就走了 真是儿戏 你我既有婚约 你为何不给本王时间 为何如此不相信本王 没办法 感情破裂 不想待在这儿 跑了清静 堂堂太子妃竟说出如此混账话 等等 你打住 现在婚约未至 我还不是太子妃 你可别高抬了我 我受不起 你 反正不管你今天说什么 我都是要走的 来人哪 在 将他带回房内 严加看管 大婚之前 不得踏出王府半步 是 你 尊上 晴柔姑娘出门时 被灵奇王府的人发现了 此刻已被太子软禁 他们人多势众 属下实在无法出手 属下告退 来 让我过去 我有话要说 让他进来吧 王爷 不对 今时不同以往 应该是太子殿下才对 你有何事啊 我刚刚去行柔房间探望 为何周围全部都是侍卫 王爷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这是经过人身自由 住口 本王没致你知情不报之罪 你竟敢协向本王来问罪 我 我有什么罪 晴柔要走 你为何不告之于我 瞧你这话说的 腿是长在晴柔身上的 我拦得住吗 再说了 我跟晴柔是闺蜜 我怎么可能出卖我的闺蜜呢 你与晴柔同日来复 本王爷早已把你当做自己人 阿广我问你 晴柔此番 为何又要掏草 你们男人都是一个样 既然你拿我当自己人 我就问你一句 慕柔和晴柔两个人 你怎么想的 放肆 这就放肆了 刚刚还说我是自己人呢 你这脸翻的简直比翻书还快啊 你干脆把我也一块关了吧 要不然我到处跟别人说去 你吃这碗里的 看这锅里的 你 罢了 本王的事 你们不会理解的 有什么不理解的 二选一 这又何难 你既然选择了慕柔 那晴柔出走 就顺理成招 你既然不让晴柔出走 那就让慕柔一人走啊 来人呢 在 在 让我押下去 你至于吗 晴柔为你做了这么多 你这么觉得合适吗 你为何见到我如此慌张 是不是知道我要找你来算账 双儿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哼 晴柔走的事情 是不是你跟西岩祺说的 是 你警告怀我好事 明天你就给我离开王府 不然 我必取你性命 你不会忍心杀我的 这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惩戒罢了 让你知道事情的轻重 我既然敢这么做 我 就必然留有后绩 我若有什么不测 尹卿柔就会收到一封密函 你想想 如果我死了 所有人都会知道你是怎样的人 到时候 西岩祺也会知道 是你 千方百计地利用他身边的人陷害他多次 他一定不会放过你 你 你警告威胁我 你 这不是威胁 正如你所说 你我各取所需 我是万人瞩目的大明星 又怎能甘基于人后了 受人指使 你别以为 你手中有我的把柄 我就不敢杀你 这世上还有你不敢做的事情吗 这世上还有你不敢做的事情吗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我对你 是有多重要 孔爽说 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不要逼我 你父皇这几日报恙在身 朝中行事可否安稳 儿臣尽心竭力 朝中十分安稳 只是 儿臣多嘴了 你不说母后也知道 那些朝臣们都怎么说 朝臣议论纷纷 说太子大婚在即 手留罪臣之女 金屋藏娇 娇射隐意 齐儿 还是不懂你父皇的一片心哪 太子终究会明白的 太子终究会明白的 儿臣也定当会辅佐三弟 不 是太子殿下 请母后不要担心 还是你最懂事 为何你父皇不选你做太子呢 母后 父皇的身体近日可恢复些了 你父皇身体越来越差 你父皇身体越来越差 已经卧床几日不齐了 父皇那吉人天相 定当会逢兄化吉 母后切勿忧心哪 母后喝茶 前些日子我见过皇帝 现在那老糊涂 并无意让我取代谢延祺的太子之位 只是让我做他的左膀右臂 真是笑话 我谢延臣文桃武略 哪样不胜过那小子 怎肯干拒人厚 那王爷您怎么想 你听说了没有 皇帝最近病情越发加重 估计那老东西也快完蛋了 若还不能改变他的主意 恐怕就真的完了 王爷说得极是 若先皇登基 王爷再动手的话 就极为被动 在下以为我们应当先下手回墙 没错 危机之际 也只能采取非常手段了 干脆杀进宫 避难老家伙退位 可是 这朝野上下的重臣 还有许多要害关节 我还未曾大通 此时行事 怕是 王爷 好 这个是一些用的上人的名单 请二王爷过目 这些人都是朝中的重臣遗老 你是如何调动他们的 只是小小的威逼利诱 不 在利益面前 我相信没有人会不动心的 好 这样一来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更何况母后是站在我这边的 好 我们现在只差好时机的到来了 是 等时机一到 就是我谢阎臣 盖朝换代之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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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